地下停车场有一个零售体验店 人脸是别的 无人售卖 停车场那边还有一个洗车的 共享洗车 这边下城市的业主会所 里边有游泳馆 健身房 篮球馆 羽毛油馆 好多人这是放假的 很大的室内游泳馆 这边是打羽毛球的场馆 这个场馆也可以 你没来过吗 他没来过 这边是健身房 到楼上 四楼处在楼上 刚刚这个是营商中心 这小区的大门 都是县房销售 看出来哪了吗 今天我们来到省北新区位置最好的 地段 这个小区名字叫亚太空棚府 这是亚太的四起房子 出门是地铁 商场 医院 公园 就学校有点距离 省北 最好的位置 都是这种高厂 好处是县房销售 县房县房县房 县房 可以低首付 可以选京庄 今天跟大林 还有大城 大军所 小区的整体入住率非常高 小区的业主圈城 以年轻人为主 二三十岁这个阶段的年轻人 因为年龄特别大的不太喜欢这种高厂建筑 小区没有特别大的面积 从两市的 八十多平 这个南美标户 中间有一个九十多平的功能型的 小三室或者大两房 加加上最大的 一百一十八的三十两位 就这三个面积段 价格区间呢 8500到9500 在省北呢 可以说不算便宜 但是刚才提到了 它的位置 位置 位置 就是它周边的话 地铁公园 上场 可以坐到出门就是 所以 所以这个价格还好 然后呢 加三万元送装修 加三万送装修 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它首付分期 第首付这种的 四万的首付 再加上三万的装修 三万的这个装修费用 就可以买一个精装的现房 当然了装修周期是 写合同应该是120个工作日 大概是30个月的时间 所以 跟自己装修差不多 它的装修是个性化的 你可以自己加钱 买更好的材料 你也可以攒了多少钱 你自己装修三万块钱 肯定是装不下来 大余上最小的 80多平的两房 那你要那个118的 那就更装不下来了 这个就是它的 园区整体的规模 其实也是蛮大的 因为是高层建筑 前后 个别的像这种 前后楼间距非常大 那这种就离得稍微近一点 那你说我追求的是采光 这种高层建筑 要不然就选择楼间距大一点的 要不然楼层高一点的 这小区的北门出去 就是午夜广场 五月广场 普田路的地点口 盛宁医院 七星公园 往南走的话 就是沈阳的省美兴区普河 真是哪位业主的摩托 真酷 这园区里边还有个小凉亭 夏泰它这样 它盖好哪栋楼 我卖哪栋楼 就我这房子就是要你看到县房 我也不给你漆房 漆房那边正在建 我盖好了 我再拿出来卖 这点是挺好的 这个高层里边 这八旁还长着这种小景 看里边 整个挺好看的 进来之后两边一二单元 正常 到这种情况 单元 这个门是扫脸的 一提两户 这个九桌坪的它就是可三可两 三房就给这块隔个南屋 要两房就把这厅打开 比较个性化嘛 那边是南北对卧 它还有就是客厅这块可以是落地窗 餐厅在这 旁边是厨房 北边有个小的工能间 可以做储商间 也可以做 卫生间 因为它有上下水 电梯间是单独独立的 小船门一关上 本身它就是靠北 所以说电梯是影响不到住户的 上下那个楼梯身 因为本身 那个楼层比较高 30多层 这个两户 这是爱在一起的 主桌坪这个你看 如果我要宽厅 就6米3的厅 开间比较大 满北卧 空用洗手间 厨房 这个就是家政间 卫生间 储藏间 都可以 这个卖的是 相对来说 比较怎么说呢 很多人比较喜欢 预扇 我不是拔的特别高的 这个就很好 因为它可以 可做的功能 比较多 118这个就是中规中矩的 118 它3米9的开间 它不算小 在高层里边 它绝对是够用 就还行 然后两个南屋 一个北屋 卫生间一边一个 这个就是很经典的 塞扫和局 如果选择装修 进门打一个悬管 中间 厨房 餐厅 客厅 你感觉这3米9 小吗 还好 还好 男 客卧 外边公共洗手间 男主卧 套房 尾卧 100 100左右 一套的话 大概100到 这个能看到 这高层18楼 我想看的这个 角度 首付可以分两年交 第一次的话 最少交四万 两年每一年还一回 首付分期分两年 但这种县房的好处 你不用说 我买到手了 不用等着它 我可以 自己装修 你可以控制这个装修的周期 小区它这个人缺分流 地下停止啥 所以说这地上不走车 我 我会买稍微低一点的 56楼 78楼 18层啥说 我觉得有点高 咱这无所谓 这个是两室的实体楼 80多平 你看它也是电梯在外边有个电梯室 这两家都是80多平的 北边进来 这块你打个悬管棍 这是北边的厨房 当然你可以住开放式的这墙 砸掉 这块是餐厅 或者是 这块是餐厅 这块是个小隔断 南北对过中间洗手间 编户的话就有窗户 前面南向的客厅 当然 这个价格你看如果清水 18500的售价 70 左右 70左右 那就看楼层 喜欢高点还是低点的 大林个人的想法是 我在这买 我觉得没有必要苛求 说我就要这小区最贵的楼层 我就要挑市也好点的 差不多价格合适就行了 这里边目前因为它是现房销售 可以看到的是很多业主选择的自己装修 大部分业主选择自己装修 因为加 3万元送装修 但是得等3到4个月 那很多业主说那我两个月我就能装完 那我就不要装修了 要什么 送你车位 地下停车场的车位 对 看怎么想呗 如果年轻人自己有车 当然我觉得有车位也挺好的 本身装修 可能 你也看不上开不上给你装的样子 自己装然后自己盯着点 好处是现房 买哪个看哪个 周围没有啥噪音源 这边是浦河 楼下商场地铁公园 都在这个 附近 在楼上的 连郎这 往北边看 能看到这个五月的商场 非常非常近了 这块有北门除了就是了 这个是 两室的 现在在卖的30号楼 这个24号楼是 那90多平的30 跟118平的30 这两栋楼 你看他这小区里边这个建筑垃圾专门7个小房 让你统一放个地方 也不用说退外边退多少远 这个挺好的 这就是一些细节上的体现 这小区亚太坤方府 其实价格照比最开始卖的时候是便宜了很多 最开始那会还卖7把 现在 就说把了亚太这个从开发 商来说挺有实力的 那个建筑材料 大家都知道 大概这块我觉得特别适合年轻人 出行 地铁 商场 医疗可能说年轻人用不上 但是附近有个医院也挺好的 公园玩 普合 这环境不错 首付 你看4万多块钱 能买一个这种线房 也可以 像自己装修 要要个车位 就给个车位 生活会很方便 周围的环境也很好 大多数人说 离主城远 但你想一下 八九千块钱的价格 买一个什么都有的 可能我们对标沙阳的室内 再说往二环里去看 是下不来的 没有这个价格的 所以看大家伙的需求 如果你现在身边的朋友 同事有这个想法 现在想 购房之夜 你可以跟大家说 带你实际来看 感受你觉得哪个户型更好 更适合 压力压力